哈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陈子点黄 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我们618种草清单 下期 今天呢就是618了 然后其实这次618呢 我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有我平时觉得会消耗很快的东西 比如说像隐形眼镜啊 眉角贴等等等等 今天呢我就从我常常的618种草清单 里面拎出了家 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购买的一些东西 大家想看看我种草哪些 非常非常值得在618购买的东西呢 就接着往下去看吧 现在呢给大家安利一款 黑皮美美鸟变白月光的神器 就是这一款UH的美白防晒特务 这一款呢也是沈梦辰推荐的同款 但沈梦辰的综艺就知道 它上节目是B图这个美白神器的 然后以前我以为它真的是很白鸟女生 后来我看了它在芒果台那个综艺 我就知道其实它本身皮肤呢 也不是属于非常白的 它就是一定每次要必备这个美白神器 就是全身都要涂的 我觉得它就很适合黄黑皮夏日提亮必备 这款神器呢真的是完美的满足了你的需求 像我在那个海岛也待了6个月吧 现在马尔代夫 然后后来在三亚 然后现在已经6月份了 其实我就整整被晒了6个月 大家看我脸还挺白的 因为涂了粉嘛 在我身上你看 身上跟我的脸真的是色号插得还蛮明显的 我哪天姐妹聚会我觉得我一定要戴上它 因为大家都会很白 然后就我一个是吧只有脸又不敢露腿腿 实在是太黑了 每个色号插得这么明显我觉得实在是太难看了 所以我一定会戴上它 至少照相看起来是OK的 就绝对不能输 夏天来趁优惠的时候 一定要多囤几个这样的美白防晒喷雾 那我就比较懒得 然后出门随时可以补的话 就带一瓶这样的美白防晒喷雾就OK了 它呢是纯物理防晒的 然后防晒指数有三个加 比普通那种防晒喷雾 其实它更温和而且更安全 每次一看到美白字样的护肤品 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 它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 会不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 我也帮大家查了它的成分 它没有添加什么酒精啊 荧光剂啊防腐剂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没有添加完全的纯物理防晒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之前也买过其他这种美白防晒的一些牌子 就是瞬间可以提亮你肤色 然后有些很难推 有些就是卡的那种死板 它是偏比较自然比较温和的那种 提亮美白的效果 我就试用给大家看一下 我平时怎么上这个美白喷雾的 均匀地摇一下这个喷雾 距离手臂湿零米的样子喷 然后涂抹开 非常非常好推开 它是那种水雾状的液体 抹开非常滋润 而且还会爆水珠 然后呢它很清爽 没有粘力的感觉 也不厚重 沉抹非常快 所以看到了这两块皮肤 我一个涂了的跟一个没有涂的比较 真的是非常非常灵显 它瞬间让那一块变得很拔很提亮 所以说这一款呢 它有美白提亮肤色的效果 它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泄起来非常非常的快 就是我们平时用沐浴露洗澡 把它洗掉就可以了 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它们家产品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而且物美价廉 所以就想安利给大家 就是这个 当当当当 火遍全网的拉面说 这牌子应该不用多说了吧 只要有专业的美食博主 都一定会提到这个面的牌子 应该也是耳熟能详了 今天呢也是给大家推荐我 我个人是觉得挺好吃的 三个口味的面 串串面 重庆小面 跟酱麻面 然后非常推荐大家买回来尝一尝 可能也是我重点要推荐的就是这个串串面 就顾名思义 就是你吃完之后就会觉得 你回到了串串亭 坐在马路边边开始吃串串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款串串面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很多朋友是南方人 就是广西广东那一边 他们也觉得这个面呢 也很符合他们的口味 所以我感觉应该是南北不挑的 我不知道大家诚实怎么样 其实在武汉呢 已经推行分餐制了 当然你在路边吃串串是OK的 但是大夏天真的 大汉淋淋坐在那里 一个美女真的会觉得黏糊糊的 所以我觉得很想在家里呢 也来一碗串串 我觉得它是做到了 我觉得十几块定价是不高的 因为除了面以外呢 它里面还加了很多配料跟配菜 所以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然后你可以DIY串一点 你自己喜欢的菜 当做串串放进去 所以我觉得吃起来呢 还是挺好玩的 作为捞面也可以 作为汤面也OK 但是呢还是推荐大家 主要用捞面来做这个串串面 我们把适量的水倒入锅中 废煮面条入锅煮三到五分钟 然后呢我们准备一个浅一些的碗 放入香滷鸡汤 香辣红油 之后呢再加入200毫升的水 热水跟冷水都可以 将底料包搅拌开 成为汤底撒上芝麻 这个底料呢是香滷鸡汤 加上香辣红油 而且还精选了川鱼地区的特色辣椒 就是我们正宗串串的汤底 闻着就特别的香 然后另外我们准备两个小碗 分别放好煮好的拉面 还有我们的石井蔬菜包 这个配料真的非常的丰富 有土豆玉米海带木耳还有藕片 分别将菜跟面涮着是这样更有灵魂哦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吃了 吃起来就是那种麻麻辣辣的感觉 就是还原串串店的香味 其实我个人呢我的口味还是蛮重的 所以我还比较喜欢这种重口味的面 当然你可以第二款很多配菜 比如说像金针菇啊蟹肉棒啊 其实你都可以放进去涮 其实你冷着吃热着吃都可以 但是夏天的话很多朋友会喜欢凉凉的感觉 我觉得都是看个人的口味了 第二款就是重庆小面 这个口味跟那个商铺的重庆小面 其实是差不多的 它里面会有一些汤汁 吃起来会更有劲道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这每根面都挂着浓郁麻辣的汤汁 口感非常非常的麻脆 十分钟就会回到重庆小面的早餐店了 最后一款就是我们的椒麻拌面 这个颜色跟前面两个红色不太一样 就区分一下口味 这个口味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大家都吃过椒麻鸡 就椒麻鸡的那个感觉 就麻味会更重一点 大家跟着我云品尝一下吧 这个椒麻面呢 其实对我这种资深热干面玩家 我对麻酱其实是非常非常热爱的 你吃进去这款椒麻酱就非常非常的香 以上就是我推荐的三款口味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挑选一下 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这个串串面 因为我觉得它比较特色 然后第二把呢他们也有很大的优惠 大家可以去他们店铺去选一选 把你心仪的面带回家吧 给大家安利一个火遍全网的蛋黄酥 宣妈蛋黄酥 宣妈蛋黄酥呢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口味 就在这里有一支是口味的 另外一个呢是红豆沙口味 等会呢我就会把它打开 看一下它究竟有多么的好吃 然后之前呢我就一直很好奇 它会有点价格会略高一点点 看一下 它连续两年得了世界食品品质大会的奖 我觉得它的质量安全性肯定是有保证的 就要送人觉得是不会出任何问题的 它加蛋黄酥呢真的很香 然后听说是用的是安家黄油 就是平时烘焙产品用的那个黄油 红豆味呢我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我之前已经吃了好多个 然后这个是新拆了一个 它这个铝盒呢里面是有六个的 就是都是红豆沙口味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样子 都是独立包装的 就是非常干净的 这个红豆沙口味呢 它的外包装那个带子是红色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区分它口味的一个标志吧 然后我拆给大家看一下 看小小的还蛮可爱的 它这盒子也挺好 就这样打开就OK了 我就用掰开好了 我刚刚也洗了手 大家放心哈 它外面是这种金黄的很脆的这种酥皮 但是咬下是觉得不是硬的 这个是有鸭蛋黄 然后这一层是红豆沙 然后外面这层白的是这个雪妹娘的皮 都是真材实料哦 它这个口感呢 就咬起来的非常非常的Q弹 因为它就有这个雪妹娘的皮嘛 然后它有红豆沙 就红豆沙也不是那种非常死甜 因为它加了一层红豆沙 然后加上咸蛋黄 所以说有一点点咸 有点甜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吃 这几天呢 我就是我妈妈跟我在一起 然后她也吃了 非常非常喜欢 她说长辈就喜欢那种鲜甜甜甜的感觉 所以说我觉得送长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很推荐给大家 就是第二款呢 就是我个人 我这种少女比较喜欢吃的芝士酥 看玩笑 就是年轻人会比较喜欢吃 因为它是有种西式的感觉 给大家看一下哦 就是这样的一盒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哦 很可爱 这种小小的 这个我很喜欢呢 它的外层呢 是这个进口奶油芝士 所以它的边边 就有点像芝士 然后慢下来的感觉 就很好看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哦 它这个咬进去 就是那种浓浓的芝士感 然后又配上中式的这个咸蛋黄味 就是交融在一起 我觉得真的很好吃 比纯吃芝士来讲的话 你就不会感到腻 配备像咖啡呀 或者说红茶 然后你再一起吃 我觉得这个组合会更棒 然后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 本体而言讲 它们家的蛋黄酥 会比其他食面料越贵一点 实际上讲 真的会好吃很多 奶茶店是一个意思 就是有些奶茶店 它真的会贵一点 但是会比那种 可能十几块钱的奶茶 真的好喝很多 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材料用的 还是不太一样 6月8日他们店铺 也做了很多优惠跟打折的活动 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 去买过来尝一尝 被一个礼品送给别人的话 你多买几件 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欢迎给我点赞留言加转发 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